嗨,Olivier, 今天你教我們什麼? 聖誕節我們做了很多敲釀火雞 很多朋友吃過都非常喜歡 Olivier今天會給我們看另外一隻雞 比火雞、黃雞更珍貴,肉味更香 它的名字叫Ginneafo 有人叫它豬雞 我們就叫它居內� tucked 那� appel由於雞內�шее雞 這是從 eruption from dove house 從 north from Cheikh 也叫美鳥鴨 收лен點在深印尋 Montro 35 mol 通常叫飯和生魚 Twitter 在我的地步 我們最好介紹的是 這隻雞就像火雞這樣大,會有四磅多,兩公斤 加上我們700克的材料,會有五磅,會有五磅 四至六人吃,同樣是用古法去釀它,即是Olivier喜歡的兩層釀法 除了在中間之外,還會在肉和皮之間加多一層的材料 我們的材料裡面有牛肝菌、黑松露、Pocchini和很多栗子 釀好了之後,我們就用慢煮的方法,令到雞肉保持非常嫩滑 放在高溫蒸煮袋之後,Olivier教我們如何煮熱 讓我示範你如何煮熱,我們會有兩步的煮熱 基本上,這就是煮熱的材料,是煮熱的80% 所以,我們會先推進水裡,就像這樣 我可以示範你,我煮了一些水,我放入材料 放在半小時內,放在半小時內 整隻雞蓮原裝的高溫蒸煮袋放進一鍋煮滾了的水裡 放進去之後,就要轉為中火 如果你有溫度去涼,就應該是68至70度左右 煮半小時,它就會整隻雞由內至外完全熱了 打開袋子,還打開我們包著雞的一層內熱的保鮮紙 以及展開綁著雞的繩子 小心點,因為這個時候雞是非常熱的 那些攪拌,可能會有些汁會漏出來 就要小心點,不要辣了 做了這個過程之後,很快就可以放進去焗爐裡 就烤到它變成金黃色 所以我建議你保持這個水裡 因為其實是很美味的 這個黑松露、Pocchini、牛肝菌 出來的這個汁才是精華 你可以留起它 我們這個雞就會有一個gravy 雞汁,還有一些Rose garlic 你留起這個汁,混在之後的gravy 就非常美味了 現在很簡單 你放一點點油上去 然後我們會炒至40分鐘 很簡單 所以我們放200 180-200 30分鐘到45分鐘 分別的汁 我們回到現在 第2步的雞汁 你可以看到這裡 美麗色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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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我們來吃的 所以其實 你可以看到 它很簡單 就只放在水裡 然後 當然 就放在鍋裡 所以我放200度 第一度 給它非常漂亮 然後 然後 之後 我放它 到270度 所以我們可以 其實 我會說 低温度 然後 煮一下 在中間 煮一下 所以 這裡 我只要拿 一些 顏色 的 因為它很美味 我會示範 你 很濃烈 所以 第一次 我做 是 剪一下 我剪一下 鞋 鞋 薑 製成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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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 看到俄羅斯的設計 都覺得很治癒 大家可以看看 那些肉切出來 是非常 滑 很柔軟 肉的顏色是比較深色的 這是Guinea Faux的特性 因為它是接近野生 所以肉質是很不同的 亦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Guinea Faux的雞腿和雞翼是特別大的 因為它野生的關係 即是它的肌肉會好些 手長腳長的就是Guinea Faux的特性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雞腿 你看看 有很多肉 所以在很多米芝蓮廚師 一些Find Dining的餐廳 都會用Guinea Faux來做他們的特性食材 這些就是我們養的餡料 是一些肉醬 然後有些黑松露的粒粒 栗子 真的咬到一粒粒的 非常好吃 還有牛肝菌很香 現在Chef就忍不住自己偷吃了 他很欣賞那些醬汁 你看他 他把那些肉 加上醬汁吃 很開心 一點都不會浪 好了,上碟了 大家在這裏就看到整隻雞的每一個部份 特別要一提的是 Guinea Faux有一個特性 它比起黃雞 火雞 它的脂肪特別高 但是它的脂肪特別低 好適合著著重健康的人士 加上它的肉質是非常好吃 你看奧尼菲 一邊煮一邊吃 我們試菜 放心,這個不是給大家吃的 所有的雞肉 一、二、三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雞肉 很棒的剪 你可以直接吃它 很美味 我們試試 這就是我們 Old Chef Lab 最大的秘密武器 你看它上面做廚師衣 下面是做霍瑟的